小俊 我看上一件衣服 你看 好不好看 好看 你啊 天生理智的 穿什么衣服啊 都好看 那当然了 你现在知道了吧 你娶了我 那是你的福气 我不光人长得好看 我家还有钱 是是是 你这样 从农村过来的 你能娶到我呀 那是你家上辈子积来的得啊 对对对 你知道就好 以后你可得好好对我 听见没 行了 你再来擦吧 我再去补补妆 好 谁啊 来了 来了 儿子 你在家呢 妈 你来了 来来来 进来 来 妈 坐 好 月月呢 月月没在家吗 月月在房间补妆的 一会就出来了 妈 你今天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妈这次过来啊 确实有点事 有事 妈 有什么事啊 好事 咱们家那个房子呀 房子 房子怎么了妈 月月 你在家呢 是啊 你这个老太婆你怎么又来了 这不是想你们了吗 我过来看看你们 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们好着呢 是这样的 这是家里的老房子 房子怎么了 你该不会又想来要钱吗 上一次不是刚给过你钱修过老房子了吗 哦 月月 你误会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是哪样啊 你说你一个农村老太婆 每一次过来都是找我们要钱 要钱 小俊 你不管管你吗 妈 这你也不能一来就要钱呀 这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呀 再说了 我们给你的钱也不少了吧 就是 你说你一个农村老太婆 你不在农村好好待着 你没事瞎跑什么呀 啊 你看你穿着这什么呀 你来到我们这被邻居看到了 我的脸啊 都被你丢光了 我这以后还怎么出门呀 月月 不是 我这次来真的有事跟你没说 你来能有什么事啊 不是找我们要钱就是这病那病的 这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呀 我们的钱是大不挂来的呀 唉 这怎么今年还拎个袋子来了啊 每一次来我家都抠着两个手 这一次拿个袋子 是不是又想从我们家装装一回去啊 不是月月 这袋子里啊 是妈在家种的菜 给你们拿去让你们吃 一点破菜 自己在家留着吃得了 还往这拿 谁稀罕你那些菜呀 这是我自己种的 没有打农业 是蜈蚣害的 吃了对身体好 行了吧你 一点破菜被你说的多高大上似的 我们在城里面什么买不到呀 小军 你看你媳妇怎么跟妈说话呢 你也不说说她 哟 怎么着老太婆 还想跟你儿子告状让你儿子来说我呀 你儿子她敢吗 我就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也不瞅瞅你这穿着什么玩意儿啊 这头上顶着什么呀 你坐我家沙发我都嫌脏 你坐完之后我这沙发都不能要了 还有 这今天你来啊 是小军给你开的门 要是我呀 家门我都不让你信 月月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不管这么说 我也是你妈呀 这大老远都过来了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呀 妈 你是谁妈呀 你又没生我没养我 我妈可不是你这样的 我妈呀 那是公司的董事长 你只是小军的妈 你不是我妈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我妈把我培养的这么优秀 你儿子她现在能过上好日子吗 她能在这大城市里面立足吗 还有脸说是我妈 你来到这儿啊 只会给我们丢脸你知道吗 以后没事啊 在你的农村好好待着 稍往我家来跑 怎么着 我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有点在这儿坐着 还不走吗 妈 你先回去吧 行 我走 真是气死我了 我怎么摊上个这个婆婆呀 岳云 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过分 我哪里过分了 她再怎么说也是我妈呀 我知道她是你妈 我才这样说的 你也不想一想 你妈每一次来都穿的脏兮兮的 这不是给咱们两个丢脸吗 我说今天比她心情好好的 还想着去逛街呢 这你妈一来啊 我现在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还有啊 以后你家那些穷亲戚 你少给她们来往 岳云 这我妈来 她说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咱们的 好消息 就她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这妈不是准备告诉我的吗 被你给打仗了 她也没机会说呀 要不这样吧 你家消消息 我去问咱妈是什么好消息 你想问你就去问吧 妈 小孙 你怎么捉过来了 妈 对不起啊 都是儿子没本事 小孙 别这么说 都怪妈 是妈没有本事 妈 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事 是不是缺钱了 等一下我拿给你 小孙 这次妈来 不是找你们要钱的 我是过来给你们送钱的 送钱 妈 我们又不缺钱 有钱 你说自己花呀 小孙 妈知道你们有钱 可是这钱都是他们家的 你这个日子在他们家也不好过 咱们家是农人的 妈也没什么本事 妈 你别这样说 儿子 这张卡 你拿着 妈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小孙 这张卡里有280万 你自己拿着 什么 280万 妈 你从哪儿弄了这么多钱 妈 咱们老家 成钱了 这是人家赔给我们的 成钱了 妈 不行 这个钱 我不能要 你留着养老吧 妈 留着 有一年 妈睡多大了 也花不了这么多钱 你就收下吧 现在咱们有钱了 你以后在他们家也能提起腰板 省到他看我们娘了 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的 妈 我知道了 行了 也没什么事了 妈就回去了 妈 你回去吧 啥都不要再说了 这 怎么了这 这发这么大脾气 你知道我妈来干什么的吗 我怎么能知道呀 我妈来是给咱们送钱的 送钱 她能有什么钱呀 她能有几个钱 家里面的老房子挑战了 这张卡里面有280万 什么 真的呀 你说咱妈也真是的 这来到了怎么不早说呀 早说我也不会那样对她呀 你现在知道叫妈了 你还让她早说 你给她机会了吗 这 这我也不知道 妈过来是给咱们送钱的呀 我以为她又来要钱的呢 虽然你家有钱 但我对你是不是百亿百顺 这平常你在家里面 说什么做什么 我是不是都没有反对过 这我妈是农村的不家 但是她也是生我养我的妈呀 她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 你看看你 你是怎么对她的 小军 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你放心 以后我肯定不会这样了 我改 我那些臭毛病 我统统都改 以后我肯定会好好对待咱妈 小军 你看 现在老家的房子也拆迁了 这咱妈回去她能住哪呀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两个现在赶紧去把妈给追回来 以后就让妈在咱家住 我好好孝敬她 你真是这样想的 当然是真的了 以后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那还坐着干什么呀 走啊 好 走 走 好